日本作家山田宗树的长篇小说《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女人的一生因爱而生,为爱而活,在爱里完成自己的蜕变,有爱并有所依靠。 然而,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幸运。 有人被爱宠溺,也会有人缺爱。 缺爱之人,终其一生追逐以爱为名的东西。 可惜,世间的人与世,往往是不等事。 付出爱,未必能换来等量被爱。 在开始本周的共读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你会不会为了照顾他人而选择让自己受损? 二,童年时代,如果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充分的爱,你会不会在成年后希望从伴侣身上获得补偿? 三,你是否会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放弃自己渴望的生活? 四,对于伤害自己的人,你能否以爱代之? 五,失去爱人后,你是否会丧失生活目标? 本书作者是日本作家山田宗树。 他并非有着文学专业课班的背景,而是工读于农学研究。 毕业后,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1998年,凭借作品《直线的死角》,获得第十八届横沟正式推理大奖后, 山田宗树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过许是得益于理科生编重《逻辑思维和知识背景》。 他创作的很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医学及推理的内容。 比如在《死者的心跳》中探讨脑死亡与心脏移植问题。 《黑色春天》则是一部关于医学推理的小说。 不仅是推理拿手, 山田宗树的创作也关注女性尊严与生存状态。 他将女人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同时, 常常把女性自我认同、医学、推理、高龄化、少子化等热点议题加入故事中, 产生多元化主题的交融, 试读者在丰富的社会语境中解读出自己的思辨。 因此,有人称山田宗树为社会派大师。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是山田宗树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发行量逾130万册。 在日本和全世界范围内均赢得了极高的人气与关注。 有小说所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成为日本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斩获多项大奖。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 之前未必读过这本小说的原著, 但不少人都看过同名电影, 忍不住为松子荒诞而不幸的一生叹息。 通过本周的共读, 我们能更为细致地去了解松子作为女人的一生, 深入理解她的心路历程, 与她一同直面爱与被爱的议题, 探究她被嫌弃的原因。 山田棕树擅长创造戏剧性的情节, 能够从细节处吸引读者。 只要捧起这本小说, 便忍不住一口读到结尾。 小说开篇以一则凶杀案新闻作为引子。 一位独居的中年女子暴毙于出租屋内, 全身有遭受暴力攻击的痕迹。 加害者是何人? 这个被害的女人又是谁? 她有过怎样的人生轨迹, 才会这般孤独惨死呢? 当读者的胃口被吊起来后, 山田棕树采用类似电影叙事的方法推进故事。 既有生于上个世纪的女人松子的字数, 也有处在当下时代大学生生的所见。 作者以这种双重第一人称交叉叙述的写法, 力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次, 多角度的饱满的松子形象。 正如现实生活中存在两个我一样, 一个是自己脑中的我, 另一个是他人眼中的我, 两者必然存在差异。 哪一个我更为可信呢? 也许不偏看一面的认识才更为真实。 在小说《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当中, 主人公川靠松子穷尽一生渴望, 寻求被爱。 他不对人设防, 对每个人赋予真心, 对待每段感情, 都全力以赴。 然而, 命运却没有温柔待他。 被爱情三番五次抛弃, 松子被伤得遍体鳞伤。 可他又不懂绝望似的, 一次又一次勇敢在爱。 直到他再也没有力气去爱, 再也不敢相信能够被爱, 才放弃了追寻爱。 当松子呼出最后一口气时, 没有一个爱他的人陪在身边。 他这一生爱了一辈子, 也被辜负了一辈子。 不幸的松子也非一开始就不幸, 长相甜美, 受过高等教育, 有份中学教师的体面职业。 松子原本过着平凡不惊的生活, 因袒护学生而受辱失业后, 松子脱离家庭, 在险峻的社会中流浪, 不断堕落。 他爱过落魄作家, 有妇之夫, 理发师, 毒贩等不同的男人, 不断在疑似真爱的情感中交付自己, 却每每换来一地伤心。 他做过土耳其狱的风俗女郎, 被人诱导吸食毒品, 后又杀人入狱。 当青春年华逝去, 不仅美貌消逝, 因长期酗酒和涉入垃圾食品, 身材肥瘦, 变形, 浑身散发恶臭, 沦为人见人气的对象。 这样一路下坠的人生轨迹, 充满荒诞意味, 旁人似是难以明白。 可想想他身上那股追寻爱的执着劲, 又不禁为之感动。 爱本没有错, 错的是爱到失去自己。 爱若有十分, 不能不为自己留一分。 除了为爱献身的松子, 书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女性形象。 比如在狱中半酷, 假装同性恋的泽村慧, 可以为了视野脱光自己, 出演成人录像带。 也能够适时抽身而退, 成功转型为 更具控制权的经理人。 女大学生明日香 在书中出场次数并不算多, 却在故事结尾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点睛作用。 如果说, 松子曾经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 而被迫选择了 并不喜欢的师范大学, 明日香则代表了 尊重自己内心的新时代女性。 她勇敢做出了退学的决定, 重新报考梦想所在的 医科大学。 从某种角度来讲, 明日香这个人物的出现, 既与松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象征着这个社会的 另一种女性形象, 同时也代表了松子的 另一种命运可能性。 对爱情, 对理想, 只要再觉醒一点, 或许就是截然不同的结局。 故事的主人公 川靠松子的一生, 看似多船, 失败, 实则, 笼维了每一个 普通女性的一生。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在故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如同照镜子般 看到曾经的自己, 或者说, 谁敢保证 我们不会遇到 与松子一样的困局。 身为长女, 不被重视, 尽管松子努力 想博得父亲的关爱, 无奈在屈爱的目光中长大。 脱离原生家庭后, 松子渴望在异性身上 寻得温暖, 结果次次所托非人。 家里家外皆苦, 直至凄凉丸尽。 松子也曾几次 踏进家门, 然而却始终 没被家人接纳。 直到孤苦 惨死出租屋, 弟弟继夫 才前来收尸, 并安排自己的儿子 川靠生 为他处理后事。 早上阅读过的 新闻报道中的女诗, 突然成了自己 从未谋面的姑姑。 川靠生 自然是拒绝的。 还好得益于女友 明日香的好奇与多事, 川靠生 不得不参与其中。 在处理松子的家具 和行李的过程中, 逐渐对这位 未曾谋面的姑姑 产生了兴趣, 下决心 查清松子的暴毙真相。 每个人的一生 都是一本传记, 其中有苦有乐, 有喜有忧。 松子的这本人生传记 在某个夜晚 突然戈笔, 只等他人 来翻开非夜, 读取自己的心声。 按照父亲的说法, 松子是家族的耻辱。 川靠生 却在自己的调查中 逐渐开始 怀疑父亲的论断, 逐渐对松子姑姑的生活 产生了兴趣。 他由一位 手持圣经的 中年男子入手, 顺藤摸瓜, 逐一造访 松子生前的好友 与同事, 一点一滴 拼凑其生活轨迹。 川靠生 能够查清 松子的惨死真相吗? 松子生前好友的 现身说法 又能否改变 生对他的固有看法呢? 松子究竟 是不是家庭的耻辱? 他的离开 有什么苦衷吗? 我们正式进入 被嫌弃的 松子的一生的工度。 大学生川靠生 第一次听父亲 说起自己 从未谋面的 姑姑松子, 却是由于 姑姑莫名惨死于出租屋。 为何此前 父亲不愿对生 提及松子, 一旦说起 又藏不住鄙夷呢? 被嫌弃的松子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现在 让我们一同揭幕 松子的一生。 大学生川靠生 本想利用暑假 与女朋友 欢度二人世界 却没料到 故乡的老父亲 突然造访 还随身携带了 一个骨灰盒 直到如今 父亲已不便 继续隐瞒 他向儿子坦言 几日前 惨遭杀害的姑姑 名叫松子 自己此次前来 料理后事 却因工作的事情 不得不早日回乡 只能由生 代为整理 松子生前 所租住的公寓 对于这位 闻所未闻的姑姑 生 并无太大兴趣 只想速速 处理完后事便好 更何况 父亲临走时又说 他是家族的耻辱 意外的是 女朋友明日香 却对松子姑姑 扑朔迷离的死因 充满了好奇 主动提出 与生一同前往 协助警察 查清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 生与明日香 在不动产老板的带领下 来到了松子姑姑 生前居住的出租屋 公寓很老旧 密闭闷热 看起来像是将要拆迁的微房 内部更是脏乱不堪 松子死前 必然过得不好 生与明日香 不禁为之唏嘘 第三天 整理遗物的过程 还算顺利 把垃圾分类丢弃之后 再逐一处理 衣物和家具家电 大衣橱里 调出一个褐色信封 里面保存着 松子姑姑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中的松子 年轻漂亮 娇俏可人 完全出乎生的想象 然而根据 不动产主人 和隔壁邻居 大仓修二的回忆 松子姑姑 却是肥胖无礼 且浑身发臭的老女人 整日过着消沉 微米的生活 令人生厌 一个青春貌美的花季少女 为何老来如此凄凉惨淡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是谁将她摧残至此 逼迫到如此境地呢 明日香顾不上 李慧生的劝阻 自作主张 前去敲响邻居的房门 亲自向大仓修二 请教松子姑姑的生前状况 得知松子曾多次 在河川的河堤上 茫然地望着河面落泪 为了继续探寻松子姑姑的 生前行踪 二人一路走到了荒川河堤 站在石阶上 向下眺望 体会着松子的鄙视心境 台阶上坐着一个 看书的男人 抬头的瞬间 刚好与二人视线相处 生立刻认出 眼前这个人 这是之前警察所 出事的照片上的遗犯 忍不住大喊大叫 男人似是受了刺激 慌张地转身离去 手里的书 却掉在了原地 那是一本新约圣经 时间回缩到 拍下川河嵩子 青春面容的年代 那时的嵩子 原本有机会走向幸福 大学毕业后 嵩子遵从父亲的意思 做了一名中学教师 入职不久 他便被填索校长 指名随同出差 乘坐火车 去往别府 考察学生休学旅行 所要居住的旅馆 当地旅行社的负责人 景初先生派车 将二人从火车站 接到旅馆 下车后才到处 此处并非学生们 休学旅行是要住的那家 而是位于远郊的 一家优雅隐居 更离奇的是 原本预定的两个房间 如今只剩了一间 其他房间已经全部住满 景初先生建议校长与嵩子 可以以妇女身份 共同入住 同睡一室 这显然是个荒唐的提议 田所校长怒骂景初工作失职 表示要向旅行社投诉此事 这种状况 使得景初先生恐慌不已 担心校长因此取消旅行社的订单 不惜跪地苦求 以求保住自己的饭碗 本性善良而不安适适的松子 同情景初先生 也是为生计所迫 又见房间中间有拉门隔断 布局也算宽敞 同室不同床 勉强将就一晚也不是不可 于是松子主动提出 愿意与校长同住 体谅他人的难处 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 这么做的松子是出于好心 可他料不到 好心若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对自己来说就是祸事 虽说松子住在里间 田所校长住在外间 总归是两性有别 松子沐浴后始终放心不下 陪田所校长吃过晚饭后 便尽早回到里间合一入睡 睡梦中松子突然感到一阵窒息 竟然是田所校长压在身上 他奋力将企图不轨的田所校长 掀翻在地 才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 然而恬不知耻的田所校长 非但没有为自己的恶行盗窃 更是反咬一口 声称是松子醉酒后主动勾引自己 让自己很难做人 松子受了屈辱又惊又怕 却不知向谁求助 田所校长为了逃脱罪责 继续威胁松子说 同住本是由松子提出 自己只是无奈被迫接受 如果非要起诉强奸 最终的受害者只能是松子 生活经验稀缺的松子 倾信了田所校长的恐吓 不敢再作声 只能独自默默流泪 自认倒霉 吃了这个哑巴亏 这一趟出差 犹如噩梦 好在正式休学旅行时 田所校长并未参加 松子才松了一口气 哪知又欲失窃风波 学务主任突然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各位负责老师 协助调查旅馆 礼品店手提金库里的 丢失的现金的去向 根据旅馆方面的陈述 晚餐前自由时间 学生们即在礼品店里 买东西时 并未出现任何异样 但晚餐时间无人看店 差不多一万两千五百日元的 纸币不一而非 松子老师班上的学生龙阳一 曾在晚餐时间外出上厕所 又加上他一向被认作 问题学生 无疑成了首要被怀疑的对象 而作为导师的松子 当然不愿意相信 自己的学生是小偷 更不想怀疑自己的学生 却也无法违抗学务主任的命令 只好硬着头皮 去学生的房间确认 松子试探着 向龙阳一询问晚餐时间 礼品店失窃的事情 并表示 只要他愿意还钱道歉 旅馆方面将不追究任何责任 但龙阳一否认自己透过钱 粗暴地推开松子后 摔门而去 松子没有证据 不能仅靠直觉断案 又不愿被盖上 失职导师的烙印 一方苦思冥想之后 他决定自己先把钱垫上 不巧的是 此刻松子钱包里的现金 远远不够 情急之下 只好先从同住室友 滕堂草老师的钱包里 借用了四千日元 松子带着凑够的现金 战战兢兢地 来到旅馆一层礼品店 尝试与礼品店主人讲和 礼品店主人 是一位健壮凶悍的中年男子 不肯就此原谅偷窃的学生 坚持要松子将偷窃者 带过来亲自道歉 松子完全没有料到 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束手无策的他 既想袒护学生 又要安抚礼品店主人 竟决定彻底背下黑锅 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偷窃者 甚至双膝跪地 这一幕恰巧被学务主任看到 松子便如实解释了 自己替学生顶罪的初衷 听闻此言 学务主任纵然对松子的做法 十分不满 但最终顺水推舟 于学校方面隐瞒不报 并告知松子 不可将实情告知他人 等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回到学校之后 学务主任闭口不提 校长也就对旅馆偷窃事件 一无所知 似乎事情就被这样掩盖过去了 而松子早已忘记了 之前偷拿腾堂草老师 现金的事情 以为不会再有人追究 然而 短暂的平静 往往是暴风雨来临的欠造 松子有一颗单纯善意的心 对他人的苦楚 心有感触 却无形中在损失自己 为了保护学生 不被事件影响 竟自己顶罪 可这种做法 真的对学生有益吗 一旦东窗事发 他人能够理解松子的初衷 而相信他吗 一个人的行为 难免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 过分为他人的松子 又会有着怎样的原生家庭呢 被嫌弃的松子 其实是个 总为他人着想的人 比如在休学旅行中 为了袒护学生龙羊衣 松子竟主动替学生顶罪 当事情朝着松子 无法掌控的方向发展时 谁能帮助松子 还他清白呢 松子会因此丢掉工作吗 松子的家里人 又是从何时开始 嫌弃他的呢 学校同事佐伯老师 邀请松子周末 一起去看电影 这是恋爱的信号 二人彼此早有好感 此次佐伯老师 主动捅破窗户纸 松子既兴奋又紧张 一回到家 便与妹妹九美 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妹妹九美从小体弱 常年久卧闯她 她听闻姐姐松子 有可能洗劫良缘 不觉为之高兴 想到约会需要用钱 松子才想起 休学旅行时 自己手头现金 全都替学生还给了礼品店 只能向家人张口 弟弟继夫不愿出界 而母亲听到女儿 张口便要一万人缘 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应该首先征求 父亲的点头许可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 向来不够言笑 松子对她是又静又怕 当松子撞击胆子 向父亲开口借钱 得来的是一顿臭骂 父亲责怪松子 向妹妹炫耀自己 交往了男朋友 丝毫没有考虑到 九美无力恋爱 是何等感受 童年时的委屈感 再次冲击着成年后的松子 在松子的记忆中 父母总是为生病的妹妹 四处奔走 无暇顾及自己 唯一一次和父亲 在百货大楼品尝松饼 也是在父亲带着她 去医院看望九美的途中 想到这些 松子怨恨妹妹 占有了比自己更多的爱 而九美知道松子缺钱后 却把自己积攒的零用钱 给了松子 然而 期待的约会还未到来 松子的人生就遭遇了 无法承受的重压 校长不但听说了 旅馆失窃的事情 还接到了滕堂曹老师 关于丢钱的投诉 知道实情的学务主任 没有帮着松子作证 连左伯老师 也不相信松子的清白 一时间 松子有了自杀的想法 尽管她没做啥事 而是抱着一线希望 跑去找龙阳一 指望对方能站出来 承认是真正的偷欠者 然而 龙阳一非但没帮松子作证 反而声称 遭到松子的恐吓 如此一来 松子不但声誉被毁 还罪上加罪 结果 只能是被迫辞职 职场受辱 回到家中 又觉得缺爱 本是大好年华的松子 备受打击 草草收拾了行李 骑上每天陪伴自己的 那辆破自行车 头也不悔地出了家门 去外面的世界 追寻一份 属于自己的爱 松子离家之后 来到伯多 不久后 便与怀揣作家梦想的男子 彻也同居 彻也自称是太宰之转世 可惜未能声名远扬 连日常生活都成问题 贫困当前 彻也想出的办法 却是怂恿松子 去做土耳其玉女郎 卖身赚钱养家 松子从学校离职之后 只做过半年的 茶馆服务生 显然对于 土耳其玉女郎这份 需要全身赤裸 伺候客人的工作 并未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在面试阶段 就被刷了下来 彻也得知松子求职失败 酒后情绪失控的他 对松子又打又骂 而松子考虑到 彻也只是最近手稿 没有进展 而心情不好 对其百般安抚 丝毫没有远离 有暴力倾向之人的想法 他想到的 只是如何继续 离家大半年之后 松子第一次 给家里打了电话 约弟弟继夫相见 起夫并不关心 松子的生活近况 只是告知他 父亲已去世 妹妹久美 精神出现问题 希望松子 不要再回去 打扰家人的生活 拿给松子的五万日元 算是亲情的 一次性买断费 听闻父亲突然离世 作为女儿的松子 内心愧疚不安 可手头拮据的他 也只能忍辱 收下弟弟继夫 施舍给自己的五万日元 幸幸离开 某个雨夜 彻夜迟迟不归 一番交集等待之后 松子等来的 却是彻夜的好朋友 刚也见夫 他神色慌张 要松子出门看看 原来 彻夜在创作困境中 越陷越深 自觉前途无望 最终选择了自杀 就这样 突然失去了亲密爱人 松子不免悲伤 然而没过多久 他和彻夜的朋友 已婚男刚也走到了一块 成了他的情妇 享受着偶尔出现的欢愉 原生家庭中 没有汲取到充分的安全感 缺爱的松子 总是在两性关系中 渴求爱的独占性 和刚也的关系也是如此 他发现自己 越来越依赖刚也 甚至在某天晚上 一路跟随其后 在刚也进门之后 在外暗中观察许久 并最终忍不住敲开门 向其妻子示威 婚外情妓已败露 刚也不愿再与松子 维持情人关系 并表示 自己从未爱过松子 只是由于 嫉妒彻野的才华 羡慕彻野 可以一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于是想要占有他 所拥有过的女人 以求得某种心理平衡罢了 刚刚找回一次依靠的松子 再次摔了个猎切 惨遭抛弃 她绝望透顶 试图割腕自杀 再次醒来之后 却失望地发现 手腕上只留有一道 浅浅的细痕而已 眼前的生活 纵是一团乱麻 松子却不得不咬紧牙关 继继继继续走下去 松子再次来到之前面试过的土耳其语 狠下心 咬咬牙 脱光自己 成功通过了面试 以学奶的花名 正式开始沐浴女郎的工作 松子起初有些羞涩 在赤木经理和领乃前辈的辅导与帮助下 短暂地适应期过去之后 应付客人越来越顺手 新工作带来的收入破风 松子很快便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公寓 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看起来 松子不依靠男人 也是能活的 长相甜美 且是中学教师的出身 令松子很快成为客人们的谈资 前来点名求服务的客人络绎不绝 松子虽然起初并不以为意 却一不小心成为了荡月的销售冠军 收到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奖金 可谓名副其实的头号鸿牌 松子沉浸并满足于这份工作的充实感与价值感 本以为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却突然遭遇经营权变更的影响 夫妻经理新官上任三把火 完全否定了赤木经理之前的工作规划 招进了一批年轻女郎 抢走了松子和林乃等一批老员工的生意 这一次的变动 松子该如何做打算呢 经理赤木在辞职离开前 表达过爱慕松子 想带其一起离开的想法 可松子拒绝了赤木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叫小野四的男人 他看中了松子的工作能力 提议要做松子的搭档 邀松子去新地方开辟市场赚大钱 松子接受了小野四的提议 由小野四担任经理人 负责牵线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松子则可一心一意接客 有了规划 松子便跟着小野四去往新地方 路途中途经松子的故乡 两年来松子未曾回家看过一眼 走进家 松子看到了父亲的遗像 更读到了父亲的日记 在每一页日记的最后 父亲都写了一句话 没有松子的消息 原来父亲是惦念女儿松子的 只是他们再也没有面对面的机会 弟媳回来看到松子不觉惊诧 更是不肯收下松子递交的大额还款 而松子原本以为 此次回来能够用钱 向弟弟证明自己在外混得不差 起料弟媳不给他机会 不由删了弟媳一巴掌 闹剧的顶点 松子看到了病容憔悴的妹妹九美 她未看到松子而激动落泪 可松子选择落荒而逃 对松子来说 她没有理由回来 无家可归 再次匆忙跨出家门 未来会真如小野四所言 那般灿烂吗 土耳其女郎 这份职业给了松子丰厚的收入 但钱能填补她内心 因缺爱产生的空虚感吗 松子因蒙受不败之冤 丢掉了教室工作 更是离家出走 在外的日子 松子先后爱过两个男人 可惜都不是良缘 无可依靠的松子选择出卖身体 做起了土耳其女郎 意料之外 做得丰盛水起 每月收入不菲 她与熟客小野四成为合作伙伴 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地 在新地方 松子是否如预期中一样 发展顺利呢 与小野四混在一起 松子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生在调查松子姑姑死因的过程中 又会遇到些什么人 什么事呢 虽然至今还未查清 松子姑姑的死因 女友明日香 却要返回故乡度假 生送走明日香 再次来到松子姑姑 生前多次徘徊过的荒川 遇到了上次丢失圣经的中年男子 男子听闻 生是松子的侄子 便向其打听松子的下落 得知松子已经去世 男子难言悲伤 自称是松子生前的学生 龙阳一 在生的陪伴下 龙阳一来到了松子生前 居住过的公寓 看到松子老师生前 居然生活如此落魄 龙阳一对自己年轻时的行为 深感愧疚 认为是自己 亲手毁了松子的一生 并后悔没有早日联系 并挽救松子 龙阳一坦白 身为问题学生的自己 当年明明十分爱慕 并暗恋松子老师 却故意处处刁难 不但偷了旅馆的钱 嫁祸于松子 还故意诬陷松子 威胁自己 最终害得松子 被学校开除 并离家出走 声听了这些事 相信龙阳一是真心懊悔 便认定 他不可能是杀害松子的凶手 然而 作为警察局的被案嫌疑人 龙阳一还是免不了 被刑警带回去审问 临走时 只留给生一张名片 名片上的泽村慧女士 是松子之前的育友 目前却是坐着高级轿车的 企划公司的老板 之前龙阳一也曾前去 拜访泽村女士 打听松子的下落 泽村却只告知了 一个大致的方位 并不清楚 松子具体的住址 或者联系方式 得知姑姑松子坐过牢 声不禁更加好奇 这个毫无焦点的姑姑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又是犯了何罪 才会锒铛入狱 小野寺做了所谓的经理人之后 松子所赚的钱 全部交由他打理 每日松子在外出卖肉体 小野寺却白白拿着钱 吃喝玩乐 稀释毒品 他不断向松子灌输 不管是身体劳累 还是精神空虚 都可以用毒品解决 松子不知不觉 在自我迷失的陷阱中 越陷越深 除了陪克 便是和小野寺在宾馆私混 曾让他满足和骄傲的工作 也逐渐变成了一种折磨 与敷衍 似乎活着 除了不停出卖自己外 就毫无意义 久未联系的赤木经理 打来一通电话 告知松子 灵奶被注射冰毒的男友杀死了 这个意外的噩耗 令松子突然清醒 他意识到 滥用毒品 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慎重考虑之后 松子向小野寺提出戒毒 并彻底脱离 托尔奇域女郎的工作 与小野寺合作开一家餐馆 做长久生意 过正常生活 松子对于未来生活的幻想 极其美好 却不曾料到 小野寺终究是外人 他整日偷偷带着松子 赚来的辛苦钱 拿去赌博 甚至在外包养了其他女人 而且早就有了 抛弃松子 卷钱离开的想法 自己的金钱和情意 被如此糟践 很难不情绪失控 被怒火吞噬的松子 失手用菜刀 砍死了小野寺 回首和小野寺在一起的历程 松子一直被拖着下坠 他认识到 此人从头至尾 都是在利用自己 不觉思念起自杀的彻野 在松子看来 那时候 那是一段相互未接的日子 虽然穷 但相互需要 想到此处 松子准备去往首都东京 在太宰治当年投河的地方赴死 算是追随彻野的脚步 等到了地方 松子才发现 求死不成 那条河已成了一条 焉不死人的沟 爱胖中年男岛金 看到一心求死的松子 好心收留 在自己的理发店内 为松子腾出了一块 妻身之所 这位岛金因一场车祸 失去了妻儿 现在单身一人 资产不多 却对待松子 温柔又实在 他主动帮松子打理头发 带他去饭店吃饭 却不追问松子身上 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或许是看到了 岛金身上的真实 而平凡的美好 松子内心 重新燃起了 对于爱与生的渴望 他不再执着于结束生命 而是就此留在 岛金的小理发店 从简单的打杂开始 慢慢学习简发 渐渐地 松子与岛金两人 日久生情 在外人看来 他们俨然成了一对夫妻 岛金更是递上了求婚戒指 拿出一份诚意 希望与松子共度余生 然而 命运再一次捉弄了松子 他没有等到和岛金 领取结婚证明 就被突然出现的刑警 以杀人罪逮捕 杀死小野四世事实 松子逃不过惩罚 二十七岁那年 松子因杀人罪入狱 刑期八年 入狱后 他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往 下定决心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并向讲师咨询了 接受美发师职业培训的要求 早日学好美发技术 日后出去和岛金结婚 成了支撑松子 从最底层垃圾堆里 爬出来的唯一一点生机和希望 松子在狱中 一丝不苟地接受改造 处处循规蹈矩 认真安分 从未和人起过冲突 入狱一年半后 已由四起升到二起 参加美容学校的申请 得到了典狱长许可 正式开始学习美发 人若是坚定信心走一条路 艰难就不再是阻碍 别人都说 想获得学习美发的资格 是做梦 可松子做到了 经过在西理发店 为期一年的实习 松子通过了 国家级的美发考试 因为表现良好 也成功升到了一级 从多人牢房 搬到了普通居室 同时得到了假式的机会 高墙外的春天 仿佛在向松子招手 可现实如寒冻冰凉 与他人来说 松子是被嫌弃的对象 弟弟继夫 岛金先生相继拒绝了 松子的保人申请 松子最终想到了赤木经历 却又因不明确 其详细住址 只得作罢 所谓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想到墙外 无人盼着他出狱 松子再度受到 严重打击而发狂 故意违反欲规 发泄情绪 做出试图越轨的 愚蠢行为 因为此次事件 松子背上了 逃脱未遂的罪名 再次被降到四级 也失去了 继续在美容室工作的资格 而后 只是一天天冷漠地 踩着缝纫机度日 就这样 一直熬到行满出狱 那一年 松子已经三十四岁 松子独自孤零零地走出监狱 凭借多年的记忆 他乘车来到了当年 遇到岛金先生的故地 一路寻到岛金美发沙龙 他想告诉岛金 自己已经取得了美发师执照 松子只想当面 说出这句话 哪怕对方反应冷淡 当松子与岛金 近在咫尺时 他却停下了脚步 原来 岛金已经另于幸福 身边有贤妻 有可爱的孩子 没有半寸 松子可以靠近的位置 昔日的中学教师 不但沦为土耳其语女郎 更是陷入毒品泥潭 乃至杀人入狱 这一系列的转变 在对松子杀人案的判决书上 将其归结为 任性而为 处事以自我中心 导致其误入歧途 而生在多年后 读完判决书 了解松子杀人的前夜后果后 却认为 姑姑松子 只是直率的 有点蠢而已 不管是任性而为 还是直率犯蠢 说到底 松子的性格 的确存在缺陷 容易感情用事 尽管牢狱生活已然结束 带着这种性格 松子在以后的生活中 还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遭人嫌弃的松子 被一个个男人 用之 弃之 就算在岛金身上 看到过美好梦想 最终被现实 无情撕裂 下一回 再遇到别的男人 松子 还会相信 并付出爱吗 松子在与 淑克小夜寺合作之后 踏上了吸毒的不归路 得知小夜寺无情背叛的事实后 松子发狂而杀人 使自己身陷淋雨 八年刑期 度日如年 可松子还是努力考到了 国家级美发资格证 曾有个叫做岛金的理发师 说过 想要与松子共度余生 然而 等松子刑满释放 岛金已另取他人 既然过去怀有的幻想 已经破灭 松子去往何处继续生活 他又能否自食其力 让生活恢复 本该有的样子呢 对人没有戒备之心的松子 会再次让别人 走进自己的生命吗 为了让自己争口气 也因为年纪大了 出狱后 松子没有再投身特殊行业 而是想到 利用已经掌握的美发技术 做一名美发师 东京有家西理发店 与监狱内的美容室同名 借由这点相似 松子前去应聘 那里本不缺人手 老板无意录用松子 可又拗不过松子的执着劲 就出了道难题 松子迎难而上 手艺得到认可 顺利如期入职 松子手巧 又聪明肯吃苦 时常参加店内的研讨班 没过多久 作为美发师的松子 就在理发店的客人中间 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不用为薪水发愁 日子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一日 店内来了一位 衣着时髦的漂亮女郎 她正是松子的昔日育友 冬慧 婚后改名为泽村慧 泽村慧叫松子早几年出狱 她不愿做一个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又受不了陪酒女的低声下气 做了一段时间舞娘之后 开始从事裸体模特的工作 靠着自己的努力与智慧 泽村慧很快与模特公司签约 并嫁给了公司老板 从而成功变身老板娘 现如今 泽村慧与丈夫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事业稳步高升 能与松子重逢 泽村慧满心欢喜 时常带着蛋糕 去找松子聊天 她告诉松子 出演成人录像带 获利颇丰 而且自己的老公也大力支持 说得一副前途 无限大好的样子 可松子却在那一刻觉得 没办法再和泽村慧 做好朋友了 泽村慧溢溢生辉的脸 在松子看来十分刺眼 同样是坐过牢的女人 出狱后的生活状态 却大不相同 就算泽村慧是从事 展示身体的特殊职业 也有丈夫陪在身边 而孤零零的自己 为何要坚持从事美发行业呢 明明是不可能与岛金 再续前缘的 有了这种想法 松子的肚子和精神区间一样 空空如也 理发店就如同一个 微型社交场所 出入的客人 三校九流都有 其中自然不乏黑社会帮派 与暴力集团 而松子昔日的学生 龙阳一便是其中的一员 龙阳一陪同帮派老大的情妇 起来美发 认出了当年的川高松子老师 出于当年偷钱事件的愧疚 龙阳一没有上前相认 却守在了松子下班必经之路 当年那个声称 下次见面 一定要杀死你的学生 如今 一脸愧疚站在面前 试图道歉 这画面恍如隔世 让松子一时无措而沉默 可在龙阳一即将失望离去的瞬间 松子又主动打破了尴尬 母亲与其他男人私奔 妹妹失踪 松子得知龙阳一的家庭变故之后 也向其坦白了自己卖身 杀人的过往 听闻自己的老师有这种遭遇 龙阳一流下泪水悔不当初 更是情不自禁的袒露 松子老师是自己一生所爱 然而所谓爱不到 也变成了加害 意外告白 撞击了松子因缺少爱而空洞的心脏 他选择不计前嫌 接受龙阳一 对于这份感情 他只有一个要求 从现在开始 要永远在一起 又一次与男人的关系里 松子以飞蛾扑火般的姿态 投身其中 和龙阳一开始了同居生活 有的女人有了伴侣后 会更加卖力工作 而有的则是从此不把工作 当作一回事 松子属于后者 同居后 松子把精力放在了龙阳一身上 不再参加店内的业务培训 甚至某天起 无故缺勤 生根据泽村会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松子曾经工作的理发店 在店长的讲述中 松子对待工作的变化 就是在龙阳一出现后才产生的 提及此事 店长很后悔 当时没有出面劝阻 他只知道 后来松子被逮捕 具体缘由却没有过问 生若想要再追查 还是得由龙阳一解密 龙阳一几天前 虽然被刑警带走 因具有合理的不在场证明 很快便被释放 生在一个基督教堂 再次见到 已皈依宗教的龙阳一 生把从松子姑姑出租屋里 找到的那张写真照 交由龙阳一保管 龙阳一看到松子年轻时的样子 往事历历在目 浮现眼前 龙阳一与松子重遇之后 得到了曾不可触及的爱情 但他没如实告诉松子 自己陷入黑社会组织的 毒品交易 且又做了一位基督警的线人 早就无路可退 龙阳一有一个传呼机 时常会突然嗶嗶嗶地响起 像是召唤令 龙阳一听到后 便会匆忙离开同居地 每次外出 短则一两天 长达几个星期 每次回来 都会交给松子 鼓鼓囊囊的一个信封 里面全是一万日元线钞 起初松子只是觉得蹊跷而担心 对龙阳一所作合适 一无所知 那天 龙阳一从米缸里 意外调出毒品 贩毒之事被曝光 松子想到了含冤而死的灵奶 以及死于自己乱刀之下的小野寺 奉劝龙阳一早日收手 远离危险行业 为了帮助龙阳一戒毒 并回归生活正轨 松子已无心去理发店上班 只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 需要休息 然而龙阳一非但不领情 毒引发作后 多次对松子拳打脚踢 泽村慧听说松子 因病多日缺勤 便亲自上门慰问 看到松子被打得不成样子 泽村慧忍不住 和龙阳一理论起来 龙阳一口出慧言 松子却偏袒龙阳一 泽村慧见状 只好无奈 负气离去 也许是泽村慧的斥责 唤醒了龙阳一的理智 他终于下定决心 筋盆洗手 然而组织头目 再次疾呼龙阳一 打完电话的龙阳一 面色慌张 似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 这一切都令松子非常不安 却只好胶着等待 不久 龙阳一打了电话 催促松子 带着所有的钱和存折 速速离开公寓 赶往某间约定的饭店街头 在饭店客房里 龙阳一向松子坦白 自己做卧底的事已经败露 遭到了帮派的制裁和坠杀 眼前是死路一条 不如二人一起服毒自杀 松子再次相信了龙阳一 两人一起服下毒品 龙阳一却突然对死亡 心生恐惧 不愿拖着松子陪葬 他打电话到警察局自首 希望在狱中保密 最后 龙阳一得偿所愿 他与松子因违反毒品取缔法 双双入狱 命算是保住了 却也害得松子 再次面对铁窗生活 熬过八年的牢狱生活 松子才得以重见天日 好不容易开始新的生活 具有意外遇到 之前的不良学生龙阳一 与之发生一段激烈 松子放弃自己 原本可以独立而平静的生活 全情投入到 拯救龙阳一的目标中 最终 却是再次把自己 逼入了毫无退路的绝境 松子这一次 会被判罚几年呢 他会从此远离龙阳一 还是仍旧对这一段虐缘 抱有一丝希望呢 这样牺牲自我式的慰爱付出 究竟能不能换来一个好的结局呢 松子重遇昔日学生龙阳一 并与其跨越师生和年龙的界限 发展为同居恋人 彼时的不良学生龙阳一 此时已沦落为违法毒贩 龙阳一试图脱离 黑社会组织控制下的毒品交易 却遭到组织追杀 绝境处 他主动向警方投案 才得以保命 因与龙阳一 共同引下了 掺入毒品的酒 松子也再次入狱 松子人生中 出现的第一次不幸转折 与龙阳一有关 第二次入狱 也是被此人拖入泥潭 此时 松子能够醒悟过来 远离不值得的人 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吗 调查松子死因的生 能否梳理出 究竟是谁杀了松子 而在这过程中 生又会得到哪些人生感悟呢 龙阳一和松子分别被判刑 龙阳一四年 松子一年 两人被关进了不同的监狱 再次被龙阳一 扰乱人生 松子不但丝毫不怨恨这个男人 反倒仍然不忘曾经的誓言 要永远在一起 一年后 松子出狱 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去检查署确定 龙阳一的刑期和监狱地址 他寄出了结婚申请书 希望以合法身份 与龙阳一保持联络 而龙阳一在狱中 反省了自己 从小到大的所作所为 深感对不起松子老师 不但毁了松子的教师生涯 还害得松子 与自己一同吸毒坐牢 认为自己 不该继续破坏松子的人生 尽管收到了松子寄来的 结婚申请书 却一直未能下定决心签字 他曾给松子写过一封回信 要松子忘掉自己 去寻找真正能带来幸福的人 松子却未能醒悟 只是觉得龙阳一 闹小孩子脾气罢了 他在龙阳一服刑的监狱附近 找了一份理发店的工作 每天上班前都会骑车去那里 对着围墙道一声早安 下班后又固执地冲着围墙 说声晚安 就这样 松子一边虔诚地等着龙阳一出狱 一边努力存钱 他信仰着 三年后可以与龙阳一 相互依靠着生活 终于熬到龙阳一出狱那天 松子起了个大早 精心打扮之后 前去迎接 龙阳一没有想到 松子会在门口等着自己 惊喜之余 更多的却是害怕 松子那如神一般伟大的爱 让他退缩 他没有自信 今后可以规规矩矩地生活 也不相信 自己能好好对待松子 大哭之后 龙阳一从松子处讨前后 仓皇而逃 松子虽然对龙阳一的离去 表示不解 却坚信 龙阳一总有一天 会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 于是日复一日 耐心等待着 与松子的等待与守候不同 龙阳一对松子的爱 便是清理伤害过他的人 龙阳一亲手开枪 打死了当年 企图强奸松子的天所校长 龙阳一第二次入狱 开启了自我救赎之路 他信奉了基督教 整日捧着一本圣经 祈求神灵的原谅 而得知龙阳一 为自己报仇而犯罪 松子失去了 最后的救命稻草 生活全面崩溃 他不再去工作 整日暴饮暴食 日渐肥胖为你 并且严重酗酒和依赖药物 生无可恋 松子再次想到了自杀 这一次 他选择了故乡附近 新建的跨河大桥 然而死亡 终究是需要很大勇气支撑 松子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他踏进了故乡的老屋 弟弟继肤已经人到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生活已将他折磨得更加冷漠不堪 继肤没有半点原谅 并欢迎松子的意思 而是将松子拉到了长途车站后 扬扛而去 姐弟之间的亲情早就断裂难逢 被弟弟嫌弃驱赶 妹妹也永远离开了人世 松子这一次真的成为了 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 松子将旧公寓里的家具家电 一并处理掉 独自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旅行 他一路走了很多地方 唯独没有去北海道 据说 赤木经理住在那里 松子深知赤木经理对于自己的情谊 但一次次的感情受挫 却使他不敢再对男女之情 患有任何期待 他怕见到赤木之后 反倒连最后的那点美好幻想 也会随之破灭 一番四处游走之后 松子最终依然选择了返回东京 通过房屋中介找了一间 位于荒川附近的廉价公寓 他之所以选择荒川这个 从未生活过的地界 只是因为觉得一眼望去 荒川向极了自己的故乡 住后川 松子也曾想过重新开始工作 可失去生活激情的他 做什么都是心不在焉 坚持不了几天 也只能作罢 生活只剩下酗酒与昏睡 41岁的松子提前停经 头晕呕吐 身体健康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松子放任自己如此沉沦着 一转眼 十年时光流逝 50岁的松子又老又脏 在堆满垃圾的屋子里 松子用酒精麻醉自己 恍惚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从田所校长到佐贺老师 再到彻野 钢野 赤木 小野寺 岛金 一路走来 经历了如此多的男人 竟无一人值得依靠 被男人抛弃也便罢了 就连家人也如此厌恶自己 父亲 弟弟继夫 妹妹久美 松子越想 越觉得崩溃而头痛男人 只好跑去看精神科 开了一大堆抑郁症的药 吃过药 精神没有好转 反而又是昏昏沉沉睡去 一天又一天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松子自敢生而无望 每天睁开眼 不过是浪费生命 某一日 松子去医院取药 亿万偶遇了泽村会 松子自知自己现在一副落魄想 在泽村会面前 未免抬不起头来 不愿多聊 泽村会却顾不得这么多 只对松子心疼不已 鼓励其振作 并表示愿意接受松子 到自己的公司上班 做美发师 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泽村会的一片好意 在精神失常的松子看来 只不过是对自己的怜悯罢了 甚至还包含着某种炫耀 松子情绪激动 烈日下沿着马路暴走 江泽村会留给自己的名片揉碎 丢弃在了公园的林子中 又狠狠剁了几脚才解恨 回到家 又是借助酒精倒头大睡 天已渐黑 松子逐渐变得清醒 他感到冥冥中 有两只手举到了自己眼前 剑发 吹风 打层刺 尘封许久的技术 再次得到了眼帘 松子身体里凝固的血液 重新开始流动起来 他决心再去试着活一回 为了重新找回泽村会 留给自己的名片 松子摸黑冲进公园 焦急地满地摸索 公园里 有一群酒后玩耍的青年男女 嫌弃浑身发出的松子 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后 就嬉笑着离去 等到松子醒来 公园里已是寂静一片 他强忍着全身的疼痛 摇摇晃晃地回了家 而后倒在地板上 再也没有醒过来 被人嫌弃的松子 就这样被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夺去了生命 他孤独地死去 身边没有一个 在乎他的人 生的女朋友明日香 听完松子姑姑的故事 从中备受启发 决意努力去过 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办理了修学 同时与生分手 全心投入到 报考自己梦想的 医科大学考试中 他不会是第二个松子 因为他理智而清醒 生与龙阳一 一同出席了判案法庭 他亲眼目睹 杀害松子姑姑的三名犯罪凶手 当庭陈述犯案过程 却无丝毫歉意 生情绪激动 当面对犯罪凶手 一番斥责 龙阳一将生 拉离现场 开导他 以神的大爱精神 学会原谅 不可原谅的人 然而对于生来说 原谅与自己同龄的 几个青年男女 绝非一事 他不甘心 看松子连生的可能 都被他人剥夺 只是他不是法官 恨或许会在时间中消解 但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 会落尽记忆 调查完松子的一生 生了解到 姑姑松子 不该如此被人嫌弃 读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我们又会有书中的故事 得到哪些 对自己生活有益的启迪呢 我们一起共读了 日本作家 山田宗树的代表作 长篇小说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每个人的一生 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自己专属的快乐幸福 也有他人无法理解的痛苦悲凉 本篇小说的女主人公松子 被亲情冷落 在爱情中被抛弃 最终 孤苦伶仃地 终止了自己 多喘不幸的一生 没有谁是生来 就该被嫌弃的 松子遭人嫌弃的命运 究竟是怨他人无情 还是该怪他自己的选择呢 让我们一同回顾松子的一生 找出他被嫌弃的原因 在川靠松子的记忆中 从小到大 他都是不被父母偏爱的那一个 松子是长女 他以下有弟弟继肤 和自小就体弱多病的妹妹九美 松子认为 就是这个病弱的妹妹 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 那一部分父爱 在松子的父母看来 妹妹九美因体弱 活动不变 甚至被剥夺了 上学读书的权利 必然内心脆弱 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疼爱 相较之下 松子健康聪颖 学习优秀 处处好过九美 理应对妹妹谦让 松子的父母忽略的是 每一个孩子对父母关爱的期待 不会随着年龄减少 更不会因为任何原因 而把自己的那份亲情 拱手相让 由父母的偏心 所导致的亲情缺失 会严重影响子女的性格 松子身上的 讨好型人格 就是在被忽略的环境中生成的 越是得不到父亲的爱 松子越是想尽办法 求得关注 为了赢得父亲的认可 松子不惜违背自己的理想 按照父亲的意愿 报考了师范学校 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他以为 成为理想中的女儿 就能把父亲 从妹妹那里抢回来 松子有了追求者 他第一时间把约会的消息 告诉了妹妹九美 没想到 却被父亲训斥 不体谅妹妹 向不中用的妹妹 炫耀自己的风光 这时的松子虽已成年 但仍被不被爱的委屈感过泄着 他认定 自己是被父亲嫌弃的对象 与家人的关系 也走到了疏离的转角 险遭校长性侵后 松子忍气吞声 没有对家人倾诉 休学旅行时 因袒护偷钱的学生 白白蒙冤 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这种屈辱 松子没有对父亲提起 他离家出走 也是因为 无法忍受 父亲知道后的反应 多年后 松子偶然读到 父亲在日记中 对自己的牵挂 但仍是无法放下 被忽略的委屈 也无法原谅父亲 或许 父亲不是不爱他 只是爱得 偏少了那么一点 都说 家是心灵的港湾 我不禁在想 如果在松子 饱受磨难 而重返老家的那一次 弟弟气肤 要是肯热情相迎 至少 松子 不会死在外面 原生家庭 缺爱的人 难免缺乏安全感 而安全感的缺失 最明显 则体现在感情生活上 松子爱过 不止一个男人 每一回 都是用尽全力 取悦对方 他以为足够讨好 就能被爱 第一个恋人是彻野 一个空怀理想 却连基本生活 都难维持的作家 同居生活中 男方逼迫松子 出去做风俗女郎 为了讨好彻野 松子竟没有拒绝 这种无理要求 即便遭受彻野的家暴 松子也是想 给弟弟气肤 打电话借钱 以求供养彻野 彻野自杀后 松子做了彻野好友 刚野的情妇 日渐依恋刚野 给予的温存 松子盼望着 和刚野 做名正言顺的夫妻 然而刚野 并不是真心相待 没过多久 就无情地 将松子抛弃 受到接连打击 松子开始自暴自弃 他出卖自己 做了土耳其语女郎 不仅收入不菲 且在一定程度上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满足 这份工作 虽不能光宗耀祖 却让松子活得充实 至少 不是为讨好谁而辛苦 可惜 松子没有守住这份独立性 第三个恋人 是属克小野四 这个男人 不过是把松子 当作赚钱工具罢了 他榨取松子的存款 又把毒品败进松子的身体 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也是松子加速堕落的日子 松子发现 小野四赌博 几乎输光了自己 靠肉体赚来的巨款 并在外包养女学生 激愤男意 砍死了小野四 杀了人 松子不想逃跑 只想赴死 意外被理发师 岛金救起 松子再度有了爱的动力 相信自己有幸 能收获幸福 尽管被判入狱八年 松子仍幻想着 出狱后能与岛金结婚 够上平凡 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等松子 松子刑满释放 岛金已与他人组成家庭 希望幻灭 在狱中学到的美发技术 却是能帮松子生存下去 在西里发电入之后 松子也曾过了一段 自食其力的新生活 如其他单身女子一样 体面地养活自己 可惜 多年前的问题学生龙阳一 偏偏再度出现在松子身边 当年 松子正是为袒护龙阳一 而顶罪 导致自己失去教职 从而离家出走 又沦落受难 冲锋之际 松子不但没怪罪龙阳一 反而接受了他的表白 将其视为 要永远在一起的爱人 得知龙阳一吸毒并贩毒 松子没有远离 这个危险人物 而是丢弃了自己的工作 一心想着要帮助龙阳一戒毒 怎奈 龙阳一早已身不由己 进退两难 遭到帮派追杀 当龙阳一提出一起服毒自杀 松子并不惧怕死亡 只求同死 没死成 松子就还渴望被爱 他痴心等待着龙阳一出狱 共度余生 然而松子没有料到 他的爱吓得龙阳一 落荒而逃 爱过这么多人 用过这么多真心真意 每一次都是以被辜负的结局收场 松子再也爱不动了 彻底丧失了对爱的渴望 也就不再对生活有所稀奇 对松子而言 只有感受到被爱 才算真的活着 那些对被爱的欲望 源自内心的匮乏 对彻野 对龙阳一等人 松子最大话出卖自己 服务他人 误以为能以此取得对方的真事 实际上 这么做 与小时候做鬼脸 博得父亲一笑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是盲目荒诞的讨好 却没讨来渴望的爱 被人嫌弃的松子 孤独惨死于出租屋内 谁是加害者 或者说松子是怎么死的呢 由文字层面上看 凶手是那几个公园里的年轻人 他们嫌弃又肥又臭的松子 破坏了玩乐的好性质 便对其拳打脚踢 致使松子内脏破裂 失血而死 这几个人 从未接触过松子 也不了解松子 不过是肆意妄为 滥用暴力 就夺人性命 回望松子的一生 我们会发现 悲剧早就被推入轨道 只是生命凋零的那一瞬 或早或晚罢了 躲过这几个陌生人的暴力 松子也躲不过被嫌弃的命运 生而为人 其实不必用力讨好谁 能考虑他人需要不是坏处 但过分利人而不利己 就会成为致命弱点 不忍旅行社职员失业 松子主动提出 与田所校长共住一室 才会给了不知廉耻之人 侵犯的机会 不愿学生被说成盗窃犯 身为教师的松子 决定自己拿钱顶罪 到头来 却毁了自身情欲 理解也考虑到 彻夜创作受阻 心情不好 松子只好吞下家暴的痛楚 默默忍受 想要帮龙阳一摆脱毒品 松子放弃了有光的生活 陪着他一起跌入深渊 松子每一次为别人着想 得来的是被损害嫌弃 松子 你真的可以不用对别人说抱歉 有人说 性格决定命运 在莎士比亚笔下 优柔寡断是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 在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 处理人际关系时 忍不住讨好别人 是松子的性格缺陷 使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受伤 血肉模糊 血肉模糊 还自舔伤口 他不是没有能力活得漂亮 但他却把此生经历 错放在了他人身上 和尚书 松子凄凉的一生 似乎飘远了 耳旁却有个声音 再细细一听 做人当不做松子为妙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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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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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